然后之前一直给大家说一下 要拍一下附近的一个环境 那这里呢 就是目前跟老爸老妈就在这边了 然后过几天就出去玩去了 然后玩玩回来又回来 这就是一个家了 那这里呢也是金庸 金庸老先生当年中学读书的地方 那附近呢 也有很多就是那个村落呀什么的 包括上面有一个 上面那个村子据说是 就是自清朝开始吧 就是上午啊 那个村子比较上午 据说人人都会武术 那个村叫麻棚村 麻棚十三太保啊 麻棚邦啊 金庸老先生就是说 那个笔下的这个 一些素材啊 可能都取决于他这个中学时期 包括儿时的一些地名啊 什么的一些因素 包括之前我游泳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过了 就是我们这条叫石良溪 那石良溪呢 他们有一个岛叫桃花岛 据说就是桃花岛的原型 因为这条溪嘛 也是金庸老先生当年啊 中学的时候常来游泳 西西的地方 那现在呢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前面好像修了一个金庸广场 我们去看看 特别喜欢这条小路 这边就是石良溪了 然后这个小路呢 就两边都是树 走起来特别有感觉 这里就到了这个金庸广场了 它是一个公园 一个小广场 加这么一个公园 所以我特喜欢这个广场 是吧 平常一个人都没有 每天早上 晚上过来散步的时候 没有人 前面就应该是金庸广场了 一个很小的广场 广场不大 很小 那这个村就是麻棚村了 我们金庸笔下这个麻棚帮啊 麻棚十三太保啊 原型应该就是这个村了 这里立了一个牌子 这里就是金庸文化广场 对面就是十三太保图 但是我只是看到了十个 十三太保不该是十三个吗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是十个 而我们的营地呢 就在下游 这就是我们营地的上游 这个村叫麻棚村 我们下面那个村叫静岩村 好像金庸老先生是零几年啊 零几年来他中学母校的时候呢 留下一首诗 后两季我大概记得 应该是六十余载 思乡梦 十凉静岩夜夜心 那十凉呢 说的就是这个十凉溪 静岩呢 就是我营地所在的地方 静岩村 所以看得出来 金庸老先生对他就是中学 上读中学的地方 对这个十凉溪静岩村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 还有就是静岩村下面之前我游泳的地方 一会儿大家去看一下 有一个就是这种西中间有个小岛 那他们当地呢管它叫桃花岛 那据说呢这个就是桃花岛的原型 可能大家会想不到 一会儿大家去看一下 那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桃花岛的原型是什么样 这里就是桃花岛的这个原型了 现在呢也保护起来了 上面绿植啊 凉亭啊都弄得很漂亮的 好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现在回去看看老娘给做啥好吃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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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